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玩的玩具是 World Toys在2019年11月份推出的 猛兽侠系列第13弹作品《熊猫》 这款产品依旧也是World Toys自己家设计的产品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设计费和版权的费用 售价就会稍微便宜一些 官方定价是128元人民币 那包装的话就长这个样 让我们直接来开箱 内容物上还是挺传统的 有一个大熊猫的本体 还有一个小熊猫 两把武器 一个它盒子形态下的收纳箱 这个小袋子当中装着 就是它的角色介绍卡 说明书 还有一张收纳盒当中所使用的小弹片 直接把吸塑包装打开来拿出当中的本体 本体就是一款非常憨态可居的 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身上白色和黑色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成型件 而且用到的是ABS塑料 所以说整体的用量还是很扎实的 身体各处也会有非常不俗的可动表现 像它的头部可以左右摇摆 然后还可以抬头 以及它的手臂处的话 是可以有一个360度的平转 以及它的大臂处可以平转 手肘处也可以曲肘 手掌处也有一个内外翻折的 大概90度左右的可动范围 两条腿的话则是用到的是球形关节 所以说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摇摆的幅度 通过四肢以及头部的这些关节 可以还原出熊猫的站立姿势 也可以将它的手脚进行90度的旋转之后 还原出一个趴在地上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就是进入战斗状态了 非常的凶猛的感觉 因为猛兽侠系列原本设定上就是一款机械动物的设定 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的产品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机械要素 包括它的这种轮廓刻画也是相当的硬朗 都是有能有脚的设计 包括圆圆的头它都是用出了这种块面结构 来拼弃出的这种熊猫的头 还有它熊猫的背后还会有一个电池舱的细节 这个电池舱的舱盖还用到的是绿色的透明零件 当中会有一个小电池的小闪电 这个电池舱还会有一个展开结构 可以微微的向上提一点 因为这款熊猫它本身的体积非常庞大 所以说官方在设计的时候 还做出了一个驾驶舱的结构 它的胸口是可以向左右张开的 张开之后会露出一个非常大的空洞 小熊猫 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熊猫 这个小熊猫做的也挺好玩的 它的四肢也都是独立可动 都是球形关节 也可以还原出坐姿以及趴着的状态 它头部也可以抬起来 然后可以左右的摇摆 只要在坐姿的状态下 就可以把小熊猫的整个放入 大熊猫的胸口空洞当中 然后再合上它的胸口零件之后 就会还原出一个驾驶大熊猫的状态了 另外在产品当中还会附带有两把武器配件 是两把类似就像加农炮一样的结构 在炮身的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凸起的小装 对准它熊猫本体肩部的会有一个小窝口 对准这个窝口插进去之后 就可以完成搭载的状态了 左边一把右边一把两把都可以装上去 变成一个背着加农炮的状态 而且这个武器还有两种安装的状态 一种是现在这种双炮状态 另外一种的话可以将它的右肩甲 正面炮给它拆除下来 然后和它左肩甲的这门炮进行手尾相连 变成一把大枪比较长的一门炮 算是大功力输出吧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装法 是将这两把炮给它拆下来 然后插在它背后的洞上 把两门炮背在背后的状态 主要还是用于它四肢着地 趴在地上的时候所使用的一种形态 所以说看上去的话还挺有一个武器的感觉的 下面再来变形 首先把它背后的两门武器拆除 把胸口张开 把里面的驾驶员小熊猫给它拿出来 并且把它的熊猫的头向胸口内侧进行折叠收纳 再将它的胸口给它合拢 把两条手臂向前旋转90度 然后以一个抱胸的姿态将两条手臂抱在胸口 可以看到它的手掌内侧会有两个小凸起 正好左右两边都会有 将两个凸起对准两边的奥槽之后 正好可以将两个手掌给它合拢在一起 这当中的卡扣正好可以扣紧 然后在它身体的侧面会有一个小凸起 在凸起上是可以插上它的两把武器的 插武器的时候是区分左右边的 在右边是插一个口比较大的这一把武器 在左边的话则是插上一把前面的炮口比较小的武器 固定完武器之后它武器的后半是会有一个转轴的 把它给折进去 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盒子的棱了 下面再把他身体正中间会有一个小拨块 把它推入身体内部收进去 再把他的两条腿向外侧拉 在他的屁股下面会有一个小拨扣 把它拨到上面 这两条腿就锁住了 然后再将腿向前踢90度 腿的上方正好会有一个小插销 插入它武器下方的缝当中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锁扣了 把它的两条腿就可以固定住了 固定的很牢的 另外一条腿也是相同 然后再拿出刚才那只小熊猫 把它的四肢向内侧收拢 在他的大腿处会有一个小插销 插销正好是对准大熊猫腿部的两个洞上 把它给插进去 把小熊猫也装上去之后 就像是大熊猫抱着一个小熊猫的形态 非常的可爱 最后一步再翻到背后 把它的屁股后面这块零件 向下一拨弄之后 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盒子形态了 整个都是四四方方的 盒子形态的大小也和以往的产品 都是相同的 每一条边都是5厘米的大小 拿出它产品当中所附带的收纳盒 是可以完美的收纳其中的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